而池上香23號半晚5點多左右 也發生了一起疑似 因為視線死角導致的車禍事件 一名男子遭到遊覽車撞擊之後 整個人被捲進車底動彈不得 霞區消防人員貨報趕到現場 先安撫傷者也協助脫困 這個男子身上有多處插傷 索性意識清醒 被救出之後 立刻送往台東馬街醫院來救治 從畫面上可以看見 一輛遊覽車撞上一名行人後 該名行人被捲進遊覽車底 獲報趕抵制現場的消防人員 先是安撫受困車底的男子 並立即請吊車到場協助 在經過一番努力之後 才將男子從車底救出 池上香昨日下午5點多左右 發生了一起車禍意外 一名50多歲的池上許姓湘明 在行經台197縣和中校路口時 剛好碰上一輛遊覽車正要左轉 疑似因為視線不良 導致遊覽車直接撞上許姓男子 而遊覽車的擋風玻璃 因為巨大的衝擊力 變成蜘蛛網撞 而許姓男子則是在撞擊後 人直接被遊覽車捲進車底 行銷人員獲報後 立即趕至現場處理 並將男子送往馬街醫院治療 本所轄內池上香中校路 與197縣道路口 於17時20分許 發生一起迎大客與行人的交通事故 駕駛久撤職為零 該起交通事故詳細發生原因 由本分局交通小隊深入調查 在此也特別呼籲 不論是駕駛或是行人 在行進入口時務必多加留意 才能夠避免意外的發生 記者陳吉林池上香報導 阿嬤